最低要捐500嗎 我們學校有啊 就是我們學校說的啊 你覺得這樣合理嗎 當然是不合理啊 有家長匿名投訴 台北市某國小家長會 白紫黑字強迫自願 要家長捐款給學校工人和保全 500元是最低自由捐款 還會將每位家長捐了多少錢 公布在學校網站 還說尚有379位家長未曾捐款 這是很遺憾的事 因為沒人欠你 你也不該欠別人 洋洋沙沙寫了兩大頁 家長覺得很受傷 他會貼在那個我們的公布欄 而且是走廊的公布欄 每個家長誰捐了多少錢 捐了多少錢 然後你是哪個班級的 你的小朋友是什麼名字 公布誰捐了多少錢 會讓家長和小朋友 產生比較的心態 上方趕緊澄清 強調家長會長熱心募款 可能用字潛詞比較不恰當 讓人感覺不舒服 已經把捐款明細從公布欄撤下 學校的募款都是採自由意願的方式 當然建議金的部分是可以做個修正 募款的文圈上如果是委婉一點的話 相信會比較圓滿一點 捐款是一定要不具名 而且是自願的方式 有所謂連籍 或者是金額的這種明示或者暗示 站在主管立場 這是都是不已的 教育局說會勸導改善 原本自由捐款給學校工人是一番豪意 只是捐款哪有強迫的 難怪會造成家長反彈 記者林書嫻陳小喬台北報導